从这些农具的使用方法上 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劳动会有多么繁重 简直是以人力代替处理 据说这些农具发明于西汉 现在在农村几乎绝迹 扎墨条是一种非常苦的体力活 所需要的工具是绝透 啄刀 两截麻石 绝透在农村随处可见 啄刀大约有一尺多长 有把手 前面是一杂长的利刃 绳子一般会有两米多长 扎墨条的活动区域在荒芜人烟的山沟里 天还没亮的时候 扎墨条的人扛着这些工具进山沟 看到半人高的枣刺就挖出来 然后用啄刀砍成条 用绳子扎起来 背在背上继续走 继续寻找下一个能够做墨条的枣刺 这一天下来 都是在山沟里不停地走 翻山越岭 而枣刺通常又生长在悬崖峭壁 所以这种活路又非常危险 走的路越多 找到的枣刺就会越来越多 背上的墨条也会越来越沉重 行走越发艰难 往往回家的时候就要到夜深 这一天下来少缩走了四五十里路 而回家的时候 背上的墨条也至少有四五十斤重 墨条多的时候 扎墨条的人就会将墨条一分为二 用绝头作为担子 担起来 这样行走会方便些 然而绝头瓣又是圆的 所以肩膀又会被压得很疼痛 由于枣刺生长的特殊性 它的颈杆做了墨条后 第二年 它的根又会发育 重新生长出一根枣刺来 所以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 枣刺的果实就是酸枣 酸枣很小 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青色的 成熟后是红色的 味道又酸又甜 小时候 我和妹妹经常盼望着父亲回家 回家后 就会给我们带来大把的酸枣 酸枣是农村孩子的水果 那时候弟弟还没有出生 西北山沟荒芜 道路崎岖 只有在最偏远的崖顶和沟底 才会有枣刺生长 并且数量稀少 所以 扎末条的人都是单独行动 担心人多了会空跑 扎末条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 有的人跑了一整天 也没有找到几根 从我记事起 就看到父亲在扎末条 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 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父亲才停止了扎末条 这以后 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 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 父亲整整扎了八年末条 农村的教育方法很落后 老师教育学生要苦学 所以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 忙忙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要去学校 坐在教室里 手捧课本 哇啦哇啦的大声朗读 而到了夜晚 还要上满自习 美人的桌子前 放着一盏煤油灯 黑色的油烟将鼻子熏得无黑 脸色无清 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 老师才会敲响放学的铃声 孩子们欢天喜地 一哄而散 跑得快的都是男生 跑得慢的都是女生 跑得慢的就一人手中 拿着一根木棒或者石头 担心会遇到狼 那时候 在山中遇到狼是常态 我曾经遇到过 妹妹也曾经遇到过 村里还有几个孩子 都被狼叼走了 即使我上学很早 放学很晚 但是整天整天 难得见到父亲一面 父亲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 就背着绝头进了深山 而在我已经睡着了以后 他才扛着沉重的木条担子 从深山里回来 几十年过去了 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 扎末条的一些事情 母亲说 每次父亲回来 都会蜷缩着手臂 手指僵硬 凑到没有灯前说 我啥有刺 你给我挑挑 母亲问 哪里有刺呢 父亲说 满手都是 你看看 看到哪里有 就挑哪里 母亲拿出那鞋底的大号针 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 一个一个地挑出来 挑完了刺 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 父亲回到家的时候 鼻青脸肿 手臂上都是血 母亲问 这是咋了 父亲说 他在砍枣刺的时候 没有看清楚上面 有一个马蜂窝 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 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 父亲每次出去扎墨条 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 就是挂掉针后剩下的空瓶 空瓶子里装满水 放在布袋里 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 和蒸熟的红薯 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饮食 北方的夏天一场炎热 气候干燥 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 就只能到处找水喝 有时候 在背影处 找到脸盆大的一起水 就喜不自禁 西北太干旱了 这一起水 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前来 狼 狐狸 兔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 蝎舞 蚂蚱 蜘蛛 水的颜色 已经变成了绿色 变成了黄色 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 拨到一边 用手举起来 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墨条的所有的故事 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 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 他总是说 过去的都是好年纪 父亲将墨条背回家后 趁着月光 将墨条放在墨墩上 用斧子将墨条 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 这样墨条就显得笔直整齐 然后 他用麦接杆凝成的绳索 将墨条捆扎在一起 每捆四四方方 数量一样 然后 统一藏在窑洞的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 每封英里初五 十五 二十五就有急事 每到这天凌晨 根生伯和万宁伯 就会来到我家机中 估摸时间到了 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 他们一人拉着一辆架子车 架子车上装满了墨条 父亲的墨条上铺着麻袋 麻袋上睡着我 我的身下压着书包 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墨条都不会算账 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 只能依靠公鸡报销 家中养了一只来行鸡 很漂亮 它被当做钟表来用 根生伯和万宁伯家 都没有养公鸡 所以 他们每次卖墨条的时候 都要在我家集中 我记得有一次 他们来得很早 就在屋子里的脚底抽烟 万宁伯抽汗烟 烟味很浓 根生伯和父亲 愁用纸卷成的烟墨 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泡烟 我朦朦胧胧的醒来了 听见父亲说 鸡还没有叫头便呢 根生伯和万宁伯说 绕娃再睡 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墨条的时候 我都会睡一路 我都会睡一路 那时候我很小 很贪睡 朦胧中听见父亲说 睡好 要下坡了 有时候 要上坡 父亲一个人 拉不上去架子车 就说把我叫醒 让我下来 根生伯和万宁伯说 叫娃睡呀 不叫娃 他们帮着父亲 把架子车推上坡底 卖墨条的那个镇子 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 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墨条的人很少 很多的时候 只有他们三个人在买墨条 这是一个重体力活 没有人愿意做 十里八项的人 都来买他们的墨条 那时候还是生产队 不敢过多要价 价格差不多了就卖 这一车墨条 也卖不了多少钱 我记得有一次 父亲卖完墨条回家的时候 才对母亲说 今天万灵卖好了 得了三十元钱 这三十元钱 让父亲羡慕不已 很多的时候 父亲一次只能收入十几元 二十元 就按照二十元计算 一月三次赶集 收入六十元 而这六十元 还有一部分 要给生产队上交 卖了墨条 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 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 父亲就走进公舍食堂里 想厨师讨要人家一碗热面汤 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 让我吃 而他们 则吃着带来的冷膜 那些膜 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 很少有卖面膜 记忆中 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 有一次 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 挪不开脚步 口水直流 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 老板用刀子 切了薄薄的一片地给我 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 才学会识字算账 那时候 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墨条 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 那时候在集市上 遇到有人想买墨条 想买几捆 一捆多少钱 我就马上在书包里 拿出铅笔本子 列出算式 进行计算 很多人都羡慕地说 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 父亲骄傲地说 娃不但会算账 还识字呢 那时候以后的很多年里 我都是父亲的交 我记得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 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 父亲和根生伯 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 父亲说 以后再也不扎墨条了 根生伯说 真没想到 日子还有这么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 脸上的每道皱纹里 都是笑 此后 他们再也不扎墨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 关系一直很好 三个人在一起 从来没有吵过架 办过嘴 谁家有事 另外两家都会鼎力帮助 多年的患难岁月 让他们结下 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 后来抱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女孩 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 女孩长大成人后 招来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 书面语言叫入赘 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 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 万灵伯家的女儿叫倪子 和我是同班同学 可是学习一直很差 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 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 我听到父母下私里商量 想把倪子介绍给我 让我们订娃娃亲 我坚决不同意 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 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 那时候 我一行以意要做又红又专的 共产主义接班人 要去解放台湾 还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 受苦受难的人民 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 写着这样一幅标语 胸怀祖国 放眼全球 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 要解放全人类 这样的人 又怎么能要媳妇呢 而现在父亲走了 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 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 都没有活过六十岁 我一直在想 这是什么原因 夺走他们的生命的罪魁祸首 是谁呢 根生伯和万灵伯 其实很早就发病了 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 一直没有钱看病 也一直舍不得钱看病 那时候 你常感冒 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 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 根生博是胃癌 万灵博是食道癌 父亲是骨肉瘤 他们有了病后 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 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 而又严重缺乏营养 造成了身体亏空 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 我常常梦见父亲 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 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 我恨我自己 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 却无法留住 母亲总是安慰我说 老天爷要收人 谁也没有办法 我吧甭难受 北方农村每天两顿饭 早晨十点左右一次 下午四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 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 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 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 父亲跟生博 万灵博的坟银都挨在一起 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 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 父亲的坟头上荒草漆漆 一岁一枯荣 那是去年才生长的 百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 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 看了让人心酸 根生博和万灵博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 根生博坟头上的花圈更新鲜 而万灵博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还在一起 互相陪伴着 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 狂风夹着雪梨 打在脸上 异常疼痛 放眼望去 四周只有我一个人 这里非常寂静 天气很冷很冷 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红塔衫 一根一根点燃了 一共点燃了三根 分别插在父亲 根生博 万灵博的坟头上 红塔衫 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 有一次 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 好像是搞调研 给见到的每个农民 发了一根红塔衫 根生博舍不得抽 别在耳朵上 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 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 翻来覆去地看着 哎呀 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衫 红塔衫 也是父亲他们认为的 世界上最好的香烟 有一次 万灵博叼着汗烟锅子说 什么时候 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衫 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 任风雪吹打着我 我知道 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 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相信 父亲 根生博 万灵博能够知道我回来了 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妹妹和弟弟也来了 也跪在我的身边 他们可能找不到我 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 就赶过来了 先是妹妹哭了 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 我们在父亲的坟前 哭得天昏地暗 哭得几乎昏厥过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母亲来了 母亲拉起我们说 回家呀 你爸爸知道你们 现在生活好 就放心了 你们都甭伤心了 我们站起身来 父亲分钱留下三个 跪拜的血坑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努力 我时刻告诉自己 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点也不一样 我的这些同事们 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 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 他们小时候 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 他们不用自己努力 就有房有车 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 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拿着二百元钱 来到城市的 我是为了省一元钱 而跟在公交车的后面 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 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 去找工作的 所以我必须努力 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也只有依靠自己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 和农村贫穷家庭 中间的差距 让人难以想象 简直要以光年计 三十年前 当他的父亲 穿着崭新的中山装 走进机关食堂 吃饭的时候 我的父亲背着墨条 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 当他吃着零食 坐在电视机前 观看动画片的时候 我饿着肚子 裁剪水泥包装袋 给自己制作作业本 二十年前 当他的父亲 开着私家车 奔驰在城市 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 我的父亲手持锄头 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鱼 当他带着女朋友 在公园里 轻轻握握的时候 我在没有登前刻苦攻读 十年前 当他的父亲 站在自家的别墅阳台上 眺望远天的时候 我的父亲 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 而不得不回来养病 当他登上飞机 去一国留学的时候 我因为债台高筑 而不得不来到 他生活的城市打工 这三十年来 他们家步步为营 我们家一无所有 这三十年来 他们享受到了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而我遭受到了 人世间的一切苦难 现在我要赶上他 要让我的孩子 像他的孩子一样 这又谈何容易 我遭到他 感谢观看